大魔王突然爆发 各位观众我们来关这样一把东旋的女巫 看一下胜率 果然百分百 大副 桥香 邮差 加这边勘探 阵容 其实这套阵容还蛮不错的 只是面对冬雪呢 我感觉有点遛不动 正常比如说 不像是这种职业大佬 你换成别的厉害的女巫 其实这个阵容我想说的是 有机会能打宝瓶吧 真是那还得看 这边狗放纵 好的 这应该是九将吧 九将的邮差 九将打这些修机 为什么机械毛女邮差 特别厉害的 所以我们这些 就是想要学习的观众啊 可以去看看九将的直播啊 就在抖音了 大副条香 嗯 还行 这里的话应该是放狗了 应该是放狗了 一刀 应该是两刀原生刀吧 东旋这边估计想打个原生刀 然后应该想打个原生刀 这样的话呢 他可以再补一个寄生给到这边的勘探员 看一下东旋本体 有没有去补个寄生 还是说来补那个信徒给这边来救人的 大副 大副这边直接摇怀表 那这寄生可能补不上了 能补吗 哎 这个是我一个知识盲区 就是大副在摇怀表的时候 女巫能给他补信徒吗 打一刀救下来 这边继续摇怀表 补不了的是吧 嗯 那这波说实话 大副直接来救还真的蛮不错的 因为大副直接来救 让这边东旋没有时间去给这个勘探补个信徒了 因为本来东旋手里面多一手寄生的嘛 或者说大副如果晚一点来救 东旋本体顶出去 说不定就找到这个大副 给大副补上信徒了 现在的话这里 搏命结束 邮差还没倒 勘探员这边一波干扰 大副这边也没有补上信徒 他也不会倒 他的机子修完 然后求着补补状态 好像能打起来呀 要切闪了估计 这边不切闪 这邮差一时半会处理不掉 邮差这边呢也没有紫圈啊 但是 单纯 这边选择换挂了 换挂了 反正你们这边估计也没有下一个搏命 求着比马机差的不多了 这比马机真的差的不多了 只是现在他们的一个状态有点差 大副油 那个油柴都是半血 放狗 油柴这边补机子 大副这边的话再来救一波人吗 狗咬中 怀表 打一刀 打中的是大副 大副能把这机子补了吗 应该补不掉 把这时间不够吧 勘探员这边能不能再溜起来 有一块磁铁双弹 东旋这边如果说 处理不掉 但东旋如果挂大副的话 他难道切尸肠吗 这个机子是守不住的 外面的话油柴有没有重新起一台新机子 油柴这边主要没有紫圈 所有的紫圈都在地图的另外一半 这边切闪 一刀秒了 好的 省得你来修机子 调师一边过来救人 大副是个白板 刚才秒的是勘探员 不好意思说错了 油柴这边外围重新起机子 信徒位置应该已经压好了 救下来 一刀打中调相师 大副这边 可以去救人 挺上师的把机子补掉 两个人一起去救 但是东旋这边 手里面应该是有闪现的 闪现秒一个 看他有两块磁铁 有四人开门站的机会 但是 这个机会 哎 好了没机会了 他什么时候调了一波信徒啊 他什么时候掉了一波信徒 那个 因为我们当时看到 油柴应该是把那个信徒压在 留在了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的 我中间都没有看到东旋有动过这个信徒啊 应该是掉了一波信徒 拉了一个反走 然后拉到了这边油柴的身边过来偷袭 然后把这油柴给抬了 突然之间 绝 绝对的一波崩盘 哇这个崩盘崩的